下面的手 戴着手套 一拖 把这鱼给拖住了 刚才我讲到啊 就是泥娃娃是白的 我们应该啊是 想办法把它衬出来 我今天用的办法是这个啊 您看鞭炮 画的说是一个桶 这有个圆面啊 然后这是平行的 这是圆的 这口这 有一个压的一个印啊 这个后面的一定要这么画啊 画到后头去 它就进去了啊 它一般都是两排在一起 它的排列比较自由 看好了平着啊 平着 这个线条啊 不必画得太过于细了啊 稍微粗一点 有力量 里面有个鸟 这都是传统的 中国的玩具啊 很好很有意思 有个鸟 这个咱们也让它干一干啊 我现在用刚才用过的这个墨的这个笔啊 我调中等墨色 然后我再刮一刮 刮一刮以后啊水分不要太多 用尖 沾一点 浓膜 三笔 画出一个尖来 你看啊 我这这么一走 压下去 跟画葡萄一样 回来 然后再加一层 你看 哦 这是个笔器 纯墨的啊 我在这再画一个尖 朝下 我补充一点墨 我从这走啊 压下去走 注意的这点啊 诶 我这个笔器啊 我朝这边啊 看 方向都不一样 高低也不同 压下去 然后再回来补一下 补个二层 行了 中间要有一点自然的 一个小的缝 加一刀印啊 这是头 上一节我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画葡萄的时候啊 要分两个牌来画 一个是紫红的 胭脂 属红 花青 来一点二青 这是紫红系列 这边是绿的系列 藤黄 花青 三绿 为了减弱它的这种火气 所以我们稍微加一点 珠标 用两个笔去调它 都是大白云 这个笔呢 先调 把这两个颜色啊 属红加上花青 这是紫颜色 适当的来点二青 一会儿再动用 胭脂啊 轻易不动用 最深的啊 并不是很多 把这个备用啊 备用放在这 下一个呢 先调草绿 这个颜色太愣了啊 再加点三绿 也够鲜艳 然后一定要加 这个是珠标 然后再加点这个啊 好 这个颜色就比较正了 然后加水 这样呢 我们也是备用 紫色 尖上调点绿色 一压 然后再调紫色 这个用笔啊 裹断一点啊 别优如寡断 再调点紫色啊 然后尖上来点 绿 这比较显眼了 它这个紫色比较深 我下面画的时候 可以画绿一点也行 有对比 它就可以 我下面加点 深的了啊 这个时候 就要动用胭脂了 胭脂在这儿了 动用它 动用它干嘛呀 要让它衬托 来点二清 在紫色里边 它的构成 有很多的方式不同 这样它的出来的效果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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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它是有变化的 我在上一讲给大家讲了 就是有的地方需要空这个白的缝 如果说对比比较强烈的就不需要 对比不强烈的靠这个白纸 这点不强烈 有意识的留点白啊 像这些地方啊 露出一部分 实际上这是一个葡萄 这儿啊 补一点也是下面的一个葡萄 滋出来啊 我这儿啊 翘出来了 嗯 您看我是随时在变化 根据需要去调 来点墨 比较苍劲的枝子啊 下面是裹饼 然后点果旗往外去啊 这是中心 中心呢 点的时候是往外转啊 因为我们拿颜色画的 颜色呢 颗粒比较粗 早一点点那果旗 全干以后啊 它就浮在表面了 好 把这些呢 都点出来 往往加了 二清的 这样呢 这样呢 它显得透了 太规矩 再来点零散的 就不规矩了 就好了 随时调一调 我还想让它再绿一点 所以又加了一点三绿 再加一点 这个称托一下吧 称托一下 靠它啊 变化 变化 比它 我又调了点紫 比它更深了一点啊 点旗 这个没有太粗的了啊 这比较大的看它 它是这么走 这么走 那咱们这么走啊 随时在变化 随时在参照 这画了以后 我在这啊 用笔还是要痛快一点啊 不要犹豫 越痛快出来的效果越好啊 您这么去理解 农村呢 自己拿柳条编的 越是怪 越好看 好了 近景 中景 有了 我们需要往上添葡萄 添葡萄您注意啊 前面有葡萄 后面再有葡萄 容易 绞成一片了 这一片怎么办 用色彩去给它分 我现在 用 绿色的笔 反过来了 刚才全是紫色的笔 这紫色的呀 我现在加点水 再调调 让这个紫色呢 比较润啊 比较润 先放点啊 绿色 然后尖上来点紫 您看这下笔以后 绿中带点紫 这是一种葡萄 不一定是不成熟的啊 一个品种 完整的 后面 要出现 被折住的 是不完整的 然后 把它 练一下 练的时候 就用葡萄 去练它 然后再往下画 我为什么 从上头开始画呀 上头还是比较 这个 清楚的 比较实的 颜色呢 也比较 鲜亮一些 齐了 齐了破一破 随时调颜色 随时在变化 随时在变化 尖上来了点水 水啊 品种变了啊 尖上来点水 您看出来了吧 我这个前面的紫葡萄 后面处理成绿葡萄 这样前后 就拉开距离了 你要是还是紫的 那 想拉开 是拉不开的 沾点水 这个往后填 没关系啊 这里头的颜色 虚虚的 形不要画的特别完整啊 这里头 让人感觉到多 还可以加一点花青 一会儿加三青 一会儿加花青 一会儿加水 所以这个变化 还是比较多的 这两个绿 这个暖一点 那个冷一点 下面的 加水 尤其里面的啊 虚点 再加水 再虚 它靠近纸边了 它应该是最虚的了 我现在用绿颜色 尖上 沾点紫颜色 我这个边没画 没画的意思就是 这有葡萄啊 沾点紫 下水 加水 再接上 看看够不够 不够 再出了一点 再出了一点 参差变化 这是和谐的 来一点紫了 呼应一下啊 就好像还有一串 在上一讲 我给大家介绍了 画葡萄叶子 用中等提头笔 调中等的墨色啊 然后尖上 调一点浓的 这张画啊 我想添个叶子 翻过来的 如果着急的话 可以用纸沾一沾 把水分吸一吸 好 现在呢 先点提 这里面啊 有的是成串的 要看好提 往哪个方向去 里面的不成串 就是看不出串来了 那就无所谓了 但是也必须要点 行了 然后调浓墨 下壁裹断点啊 用浓墨 勾一下筋 完了以后啊 看看啊 这里头适当的再 还可以再补点这个啊 有的细一点 有的粗一点 整体来说 这边葡萄都已经弄完了 现在还是回过头来 咱们弄这边 这个鞭炮的颜色啊 咱们给它变化一下啊 如果还用大红 就有点重复了 我现在用广告色玫瑰红 玫瑰红单用的时候 必须还要加一点白 我现在啊 颜色很浅 颜色很浅 加点白啊 我用这个浅色 我先把小姑娘的脸蛋 给它画出来啊 这一定要是 这底子全干了 要不然就阴了 眼睛一阴可就糟了啊 现在我再调玫瑰红 我画的时候 故意的流出一个白道 表示它是有高光 圆的啊 有立体感的 我现在用点黄颜色 这黄颜色太鲜了 加一点主标 这黄颜色就好看一些了啊 我把这个笔啊 要涮得很干净 这不有黄色吗 黄色加白 不加白 这个黄色是透明的 加白以后就不透明了 鱼腮 鱼眼 然后 画几道鱼鳞 这是非常 血液的一种手法 绿 加点红 基本上就是一个 褶石调子 淡淡的褶石 把鼻气的尖染一下啊 这三个鼻气 这个尖不是白的 挺好 这张画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这个提款啊 一般来说是从这边往那边提 但是 呃 往往有的时候在右边的时候 还可以反过来提 也问题不大 这个从哪开始下笔非常重要 您看我给您打个比方啊 这只毛笔 在对着它这个边的地方 不好 对齐了 都应该是错落 如果说往这边一点 对着它中间或者对着它里面好一些 有 这是传书 我们利用它啊 用传书去提 有余图 带下来 下面要垫一个小的胶屁垫 又平又比较软一些 盖章不要离这个纸边太近 不然的话装表的时候被裁掉 伤了这个章就不好了 呃 今天这一刻呢 我们不仅复习了葡萄的这种果实 调色 以及它的用笔 同时呢 我们今天介绍了一个 呃 一个泥玩具 一个画法 呃 这个泥玩具啊 就是 是其中的一种 我们还可以画一些小动物 大鸡呀 或者是一些 呃 小男孩也行 呃 很多很多的样子 大家都可以去录画 录画的时候呢 呃 不是说把它画像了 要用我们自己国画的笔墨去表现它 应该是提炼 啊 色彩呢 可以借用中国画色彩和这个民间玩具的色彩 相融合在一起 中国画的 比如说 浓淡不同的墨 啊 这个 然后呢 有一些是民间的一些 什么剪纸啊 风车啊 或者一些面具啊 那些色彩 像这玫瑰红 大红 啊 强烈一点没关系 我们其他的都不强烈 啊 呃 这样辅助于它 让它突出 就行了 是吧 呃 这样呢 这个构图 大家可以变换啊 呃 可以画出各种不同的 这个好的作品来 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两讲我给您介绍了一下葡萄果实的画法 徐湛 中国花女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美协会员 北京市西城区美协主席 曾师从于李苦禅 郭卫渠和欧阳忠实等大师 专攻写一花鸟花 总的一个原则呢 您现在比较理解了啊 就是颜色是要有变化的 我们分串的说ABC 有主体 有次要的 还有更虚的 那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长在枝上的 有藤 有叶 然后有果实的 这个葡萄怎么画 我在这儿再复习一下啊 它是长状五列 中间一出比较大 然后这个稍微小一点 最后的还要更小一些 这是长状五列 中间这个最大的决定了叶子的方向 两侧是服从于它的 所以一般来说呢 先画中间的 那我们所画的啊 不是说就是勾出来的 应该是磨骨 应该是点出来的 那我们用的笔就应该是稍大一些了 这个笔啊 一定要把这个笔根要润湿啊 不能里面是空心 调磨 慢调啊 不要一下子整个储进去 那是不对的 笔尖上沾点 调一调 你这样调呢 它笔根上颜色就比较浅了 好 我把它刮一刮 刮一刮以后呢 然后我笔尖上再沾点浓的 侧缝运笔 这样是无笔 然后我可以在颜色上进行变化 木色上进行变化 无笔 我看过一些初学者来做画 他是这样的啊 咱把这个毛病啊也都说一说 说老师说了 测封运笔 他就拿这个架势 在这啊 测封下来 好 再测封 这笔还转过来啊 测封 再测封 再测封 以为这就是掌握了方法 实际上这都是豆腐块 啊 方的 这不好 应该怎么画呢 再看看啊 我画的很随意 我甚至于我从外向里画 我没有像切豆腐块那么紧张 啊 有的时候是退笔 什么叫退笔啊 笔加在前头 我往后去 啊 这么着 这么着 都可以啊 很随意啊 还有就是叶子的大小 应该什么样 应该是和真的葡萄叶子差不多 还有就是啊 挨在一起 没关系 前面的如果是重 您后面的稍微前点 它照样有这个层次关系 啊 如果前面的浅 那您就往后呢 就稍微深一点 这不是也是一种对比吗 这也衬托出来了 在它浆干的时候 去勾金 勾金呢 先勾主叶金 然后再勾小叶金 勾得活一点啊 这样叶子才活 不要以这个大自然当中 就说它全朝下 那咱们就全朝下 不行 这是您胸中的葡萄 再说一下呢 就是画疼 有这么一个规律啊 凡是粗的枝干 是淡而干 在运笔的时候呢 这个笔在手里面 也应该有粘管的动作 有粘管的动作以后 它总是拢在一起的 小枝画的时候呢 应该墨色上稍微浓一些啊 给它串在一起 当然我这个是 不是一幅画了 不是一幅画 这个粗的枝干上 还应该适当的有一些 点一些点 有粗糙的这种感觉 好 下面呢 我们画一幅画 这幅画啊 画之前 大家要考虑一下构图 这四个角 大家不要出支 还有四个点 大家要注意的 这四个点就是 它的中间 中间 一共八个点 避免在这八个点出支 或者偏左 或者偏右 是吧 这样变化更多一些 更丰富一点 我们画藤本的时候呢 应该多在边角上做文章 不要把什么东西 都搁在正中间 下面呢 我就开始来画啊 拿提兜笔 画叶子的时候 先水分呢 调的饱满一点 然后挂一挂 上来就画 浓淡干湿自然的 让它有 如果这个深 我再沾点水 我再接着来 水分饱满 但是行笔呢 可以稍微快一点 尽量是分组 往一块凑 而且是尽量的 在层次上 要注意 画藤啊 首先画粗藤 这时候墨色 不要太深 淡一点 我已经加了水了 然后尖上啊 还可以稍微再 蘸点稍微浓一点的啊 从这地儿走 所以说点一点 它这个 已是苍进 我们换一支笔 调一点 稍微浓一点的墨啊 这是小藤 我刚说了啊 这些 见笔啊 要见笔 我刚说了 我再次 看你了 我再次 这些 这些